目前台灣面臨缺水問題 再加上近期也有電力不足導致停電的事情發生 而先前在日瑞潭地區更是有抽到泥沙水的事情發生 對此在本日定期會議程中 先議員先民謀也在會中向縣府提問 必須要縣府相關單位多加重視 先議員石信龍表示 目前易達紹地區因缺水問題 導致水龍頭流出來的水都是泥沙水 而所幸易達紹國小內有一口井 暫時舒緩缺水問題 而目前自來水公司有規劃要再找井尋找新水源 對此石信龍議員也希望縣府能夠協助 從三月底到現在 那現在是先用這個 這個 以達紹國小一個舊的井 先去抽水來用 所以 已經停水 抽的潭水是污水 現在還好有那一口井 先占用 目前還要暫時解決 那 自來水公司這邊 還要再另外鑽 一個新的井 那 有關於地泉的部分 呂屋局這邊已經同意 那水泉的部分我想 請農業處這邊也要幫忙 先員蔡明軒表示 草屯是栽種稻米面積相當大的鄉鎮 而目前因為缺水 導致有農民為了搶水源 而發生爭吵 而早期都有農民自己找井來作為灌溉使用 為了因因旱災 針對水井是否能夠啟用 蔡議員也表示關切 我們都知道我們現在缺水 我們超頓是我們 南陸縣內種植稻米面積算最大的 那我這邊想要請教一下 在以前我們很多農民 他們就自己有找井 來做灌溉使用 後來因為水利會 他們有做一些灌溉的水的一個溝渠 所以他們的 原本的水井就沒有用了 現在因為遇到旱災 所以沒有水 不知道我們現在這個水井 可不可以再重新再來啟用 因為那個是很多人在使用的 有沒有辦法我們工部門 可不可以來補助他們的水井 再重新啟動 在今日會中 縣議員、謝明謀、石信隆、蔡明軒 針對缺水問題在會中向縣府提問 並希望縣府相關單位能夠多加重視 共同解決缺水問題 記者邱平易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